拿着便当盒到处找饭庄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高中推广环保餐具 顺便乘自己的午餐 来打饭的高中生虽然得自己带餐具 但看到柯市长全都好兴奋 没想到高中生最想问柯市长的竟然是大巨蛋 不过前一天远雄董市长赵成雄 跟副市长邓家基有破冰迹象 双方同意要进行第三方审议 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我们都不会拒绝 所以后续有想要看他们这种双方的法务 还有工程人员财务再进一步去讨论 不过远雄市府都点头接受的台湾建筑中心 过去就只愿意审理七项公安标准的三项 其余四项得由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审查 这难道不就又回到原点 中央有很多机关包括公共工程委员会很多 所以这个我想到时候也许我们跟中央商量看看 看怎么解决 中央帮不帮忙还要再讨论 不过这颗大巨蛋让柯文哲的民调直直落 2018能不能连任都成问题 绿营角逐北市长人选更是接二连三出现 除了当初与柯文哲初选的北市立委姚文志 现在又有前台南县长苏焕志 可能也有意愿 其实柯文哲最大的敌人还是他自己的 自己做好你知道 不过在现阶段还不用考虑这种问题 这个等到2018再翻了 现阶段我们来先把大巨蛋解决 把四大运办好 这还是目前最重要的两个工作 刚上任时认为民意站在自己这边 但现在市政一出闪失就被蓝绿夹杀 巨蛋里头敷的不只是市民的期待 更是柯文哲的市长连任之路 云南TV客市长黄云成台北报道